哈囉大家好我是Ria 今天我們家的隔間終於要動工了 繼上次拆除完之後 我過了一段時間就是沒有隔間 其實住起來蠻爽的就是很寬闊 不過終究還是要做隔間的 那這一家是我從網路上找到的設計公司 其實我有先比較 因為大家知道我懂一點修善 所以對建材成本還有工法 就是我會做功課 整個隔間的完成就是上次的拆除 清韻然後做西川蓋板 之後還有一個油漆 那我有一點OK 就是我把這些拆開 然後因為我想要節省成本 因為Youtuber不是賺很多 所以我把有的可以交給點工作的 我的我想要自己做的 所以有一些不太願意接我的案子 那這家的廠商非常好很有耐心 他就會聽我需要什麼 然後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那今天我們現在準備要動工了 所以請到世紀國際設計公司的簡先生 他會來稍微講一下我們想要怎麼做 幫你簡先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世紀中修的簡先生 我們等一下開始要動工 所以大概簡單的步驟要哪些 當然一開始是從我們的放樣 然後先把我們要的尺寸 隔間的方向位置都定出來之後 那才開始做初步的下腳踩施工 下完腳踩之後 當然就是準備要封西川蓋 然後把門片啊 所有東西安裝完之後 封完西川蓋 就可以準備油漆了 這樣是大概幾瓶 裝得出來 大約在十瓶左右 一個房間十瓶左右差不多 是兩間 這樣算兩間了 因為是其中一個房間的其中一間 這樣算兩間 那我們預計是兩天完工嗎 對 目前預計大概兩到三天 兩到三天 有時候還是要依現場的狀況下去決定 我這次也是第一次 所以我也要好好的看一下這樣子 對 觀摩一下 那我們馬上就來動工囉 好 OK 那我們就開始施工囉 好 謝謝 施工之前呢 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房間的樣子 東西都移開了 所以看起來很少 在裝修之前呢 一定要先遮蔽一下 特別是床 因為真的沒辦法搬走 而且晚上我還要睡覺呢 基本上我把能移的都移到另外一個房間了 看到他們也把旁邊封起來還蠻細心的 整個遮蔽完成就要開始動工囉 一開始呢 就是先用雷射水平儀 精準的抓出房間隔間的範圍 我先用雷封植 那些還可以吃下去 我先用雷射水平衡 也會有很多陣子 再用雷射水平衡 就要用雷射水平衡 然後再用雷射水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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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呢會在中間房間做一個窗戶 那這個窗戶還滿新的 因為我有先到現場去看 重點是也很便宜 這也是第一次嘗試用二手料 想問一下師傅 就是像我選用細酸蓋板 就是因為當然它的價格是算最便宜 那它還有其他的優點 當然它施工臉比較快速 這個建材最主要是防火 它有它的一個時效在 不會說一點就軟 它可能要幾個一個小時 它才會軟掉 所以它沒有那麼會燃燒掉 所以現在大部分都會用這種材質 做房間的隔間嘛 對 方樣完成之後呢 就要來裁切腳材了 裁切好的腳材 按照放樣的標記 把腳材釘上牆壁 開始做木結構 按照片 按照片 然後按照片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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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师傅们想先完成我房间这一面墙 所以中间也会先对一下门框位置 我觉得木工最难的就是所有的水平垂直都要抓得很精准 不然门就装不上去了 一边横有水平垂直就齐了 吧吧吧吧吧吧 零碎 啪啪 啪啪啪 icken O 所以我也很好奇 試一下它的牢固度 嗯,非常牢 真的超精準的貼在那個放樣的線上 第一次裝修,現在連腳材都這麼講究了嗎? 不但有牌子,而且還防蟲防水 所以我們這一面的結構已經算完成了是嗎? 對,這邊現在目前的結構都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要先把它們安裝上去 那這個門它是要怎麼精準的放上去呢? 當然要用過雷射的方式把它的水質面 跟它的水質面都先抓出來 這樣門在開關的時候才不會因為那個沒有水質面而不好開關 如果你沒有抓好啊,你開關的時候 你的門縫跟那個卡榫要卡進去 會比較沒有辦法完美的結合 因為它是一整座的 那我們門框跟水質上 門框上去之後 再用雷射跟把它的縫隙全部都抓滿 抓好OK之後 我們就把它做完整的結合 像一般來說就是要把水質面給它抓出來 那水質面也是 那當我們抓出來之後 你才會知道你們有沒有正角 或是正水質度 那你裝出來的門才比較不會有問題 那通常不會贏 因為每個 以防池來說它的牆面的落差一定會有 那所以我們 通常會以一個面的 抓完機組之後再下去和下一個面 這樣出來的門它比較不會有問題 像這個門框啊 就是來的時候 我不知道它是門框 我一直以為這個是包裹 我以為它就是送那個 它是因為有包的嘛 對我以為是包裹 結果你們今天放上去 原來它是門框 這個就是門框 你看我把它拆掉之後 它是不是會不會很好運動 它那個就是為了讓它固定 你說這個框是為了讓它固定 那個我們一開始的腳材 有一個八字型 然後下面有兩支 那個就是為了讓門框 在stocking中的過程不會像這樣打開 嗯 對也是為了它的整個完整度 對門框這邊呢也調整了非常久 而且呢其實框跟那個牆壁 中間還是有縫隙 因為牆壁不是很平 下面還有踢腳線 拍到一半突然發現這個腳材有點像千層蛋糕 好這位一樣是世紀的簡先生 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就是現在這一面牆的結構已經完成 所以接下來就是要上細酸蓋板 是嗎 那我必須要先把板子弄上去 我的橫結構才可以過去 嗯 那如果我先先用這個 這個腳來橫結構先過去 我的板子就沒辦法封 嗯 那我一定要先封一排的主架構 我才可以去做那個橫結構 下一個空間的橫結構 細酸蓋板統一的尺寸嗎 對它都是固定規格 這次的拍攝我也整整拍了兩天 這次的拍攝我也整整拍了兩天 是我目前拍攝最長的一支影片了 不過因為是自己的家 所以我也很期待整個做起來的樣子 看著結構慢慢做起來 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木頭的溫度我很喜歡 好我們現在要安裝窗戶工程 要把窗戶夾到橫結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框戶 都抓到水質跟水平 讓那個框戶上去的時候可以做固定的動作 嗯 這個窗戶當初是你經常給我的 它是二手料對不對 對就是從客人那邊拆的間拆下來 但是都還新的所以我們就留著 但它狀況非常好 然後價格又很便宜 對對對 所以二手料並沒有網路上講的那麼不好 還是有好有壞 好的就用在好的地方 希望這個房間加了這一扇窗戶之後 它至少可以稍微通風一點 加到某些水平凍 跟水平凍 都搭配得以簽了 又沒那麼精灰 全部搭配成水平凍 鍋子 我來碰一下 一大iertel 看来现在装修材料用的都还不错 连细砖盖板都是绿剑材 工程进行到一半先来记录一下现在的样子 我的房间墙面算是先完成咯 现在是下午5点钟师傅已经忙完回家了 结束了今天第一天 那今天呢完成的部分就是所有的隔间木结构 然后还有我的房间的细砖盖板有先弄好 因为呢他们想要让我可以先睡觉有一个遮蔽 所以明天应该就可以完成就可以如期 对那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的初体验 那我们就等明天咯 第二天继续把未完成的细砖盖板完成 每一块饺料还有细砖盖板都有尺寸的问题 因为我在旁边一直看他们在算尺寸 我真的很替师傅们担心 因为房间慢慢封起来之后 那个粉尘的问题就蛮严重的 不知道有没有工业用的空气清净机呢 看得到吗 师傅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细砖盖板的部分已经完成了是吗 好对现在目前隔间的算都完成了 那最后我们当然就是把一些配件装上去 像现在安装文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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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把窗户放上去 原来这个窗户有沙網 我不知道欸 可恶比我的窗户还好 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有期要上AB胶把它的缝隙填完 然后再用P图这样子 那因为我还有蛮多其他的考量 当然用油漆是新壁纸最高的 因为是最便宜的 不过还有其他的可能就是可以使用 B帖或者是壁纸这样子 那我都有去找过 相对成本确实都比较高一点 那我在没有办法做决定的状况下 想说先缓一下啰 希望最后可以找到一个适合的方案这样子 对那在我的房间呢现在隔间做好了 还有呢窗户真的是非常久了 这个窗户我也非常想换 它没有隔音可言 所以我完全可以听到街道上的人讲话的声音 然后呢也会漏风 最好当然就是换气逆窗 可是气逆窗的预算又很高 因为这个窗户蛮大的 然后还有窗点要换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地板 这个地板呢我应该会使用现在最新的一些卡扣 然后呢希望可以帮这个房间呢 有换来一新的感觉喔 想知道我的装修进度就一定要锁定我的频道 那这支影片就到这里啰 拜拜